如果我可以講到八 九層 到了中午就是六 七層 到了晚上大概是四 五層 今天因為特別累 所以就對不起 所以將來要發展 我們的新北市成一個什麼樣子 只有剩下三分鐘才剛開始 我們將來發展 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五個都會區 跟五個產業周代 就是加起來五加五就是我們的新北市 什麼叫五加五呢 將來是有五個新的都會區 在我們的新北市 這五個都會區就帶著我們新北市往前走 這就是我們的五個引擎 帶著新北市起飛的 這五個在哪裡呢 一個在我們三重奴州 一個在板橋 一個在我們新莊五谷 仔細聽喔 新莊五谷 一個在雙和 就是中和跟永和 另外一個就在新店 這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五谷跟新莊 甚至於泰山跟林孔 是我們所有的都會區裡面 其實它是一個發展潛力最大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人多 可是它地更大 它有很多的腹地是可以開發出來的 所以我們的五個這個都會區 我們要把交通弄好 我們把居住環境做好 老房子我們要用公辦都更 市政府來主導我們的老舊房設 都市更新 這個是大規模的來做 不是說我家裡有一棟 我跟別人合起來一起去更新 是市政府依照新的市政的規劃 那我們來規劃一塊一塊的 大規模的都市更新 那我們就有新的社區出現 這在新的社區裡面 我們有很多的老人照顧的需求 我們可以在那裡有社區關懷中心 我們的小朋友的照顧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照顧系統 對於弱勢者 我們也有弱勢者的照顧系統 我們還可以留下一些房子 給那個年輕人當進入社會 沒有地方可以住的年輕人 我們給他社會住宅 那這個更新後的社區 它的路會比較寬 它的有電梯 它也會有比較多的停車位 那對大家來講 是有這種現代的方便性在裡面 所以我們將會在五個都會區裡面 快速的讓我們整個居住 跟整個交通的情況能夠改善 而且有好的消費 有好的休閒的設備 讓它變成是一個現代的都會區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要發展五個產業軸帶 這五個產業軸帶裡面 有一個就在我們這裡 也就是我們的五谷 那這個五谷跟泰山跟林孔 再加上新莊 是一個腹地很大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 有兩個很重要 在全台灣找不到的條件的事情 我們有台北港 我們也有桃園機場 雙港剛好就是你的 你就是雙港的腹地的所在 這個是在全台灣 找不出來的條件 以前我們很多的東西 都要從高雄港上岸以後 經過高質化的加工以後 才從高速公路 把它送到桃園機場去 送出去 送出去 將來從台北港進來 就可以從桃園機場出去了 那中間的這塊腹地 就是新武太林的這塊腹地 就是我們的最大的 台灣最大的 也是條件最好的物流中心 也是批發中心 也是倉儲中心 也是會議中心 也是會議中心 所以這個條件 是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 只要我們好好的 把這些可以開發的腹地 整理出來 我們的新武太林 將來是一個五大都會的核心 再加上我們這個整個 全台灣找不出來的 更好條件的地方 會發展物流 發展倉儲 發展批發 還有大型會議中心 都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對於泰山也好 對於五谷來講 其實我們都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開始要把我們的 現在所有的都市規劃 重新整理一遍 所以我們在這裡 有幾個條件 我們必須要趕快去把它完成 第一個 就是我們 我知道這裡有個垃圾山 垃圾山 這個事情 每一陣的縣長都在談 但是現在垃圾山是比較可以處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地價比較高一點 所以財務的可行性就比較高了 所以我們把垃圾山移走 讓我們有更多發展的腹地 這樣好不好 我們還有一個地方 五谷還有一個地方是 這個洪水平原管制區 這個我們也要把它檢討一下 能夠把這個土地釋放出來發展成我們的腹地 讓我們這個產業所需要的空間會出現 這個除了我們要把所以可以發展的腹地把它整理出來之外 我們也要改善這裡的交通 這裡的交通 有我們的機場捷運線 有通過這裡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特二的道路 我們這兩個建設 其實我們要持續給中央壓力 讓它很快的完成 因為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網路裡面 我們必須要做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北環線 這個北環線可以從五谷到新莊 一直到蘆洲 一直到山崇 一直到大直 一直到士林 這個對我們整個地區向外延伸的擴張力會更強 所以我們的捷運北環線 我們要把它納入到我們整個都市的規劃裡面去 讓我們這裡變成全新北市五谷 將會是全新北市交通最便捷的地方 因為你要做物流 你所有的交通系統都要是最好的 現在這裡的公路系統是不錯的 我們把捷運系統讓它快速的到位 所以不論是捷運 公路系統 都會是全台灣最好的地方 五谷這個地方 將來真的是我們全台灣交通條件最好的所在 所以在五到十年之間 這個地方一定是改頭換面 變成是一個台灣最快速的發展出來 而且別的地方趕不上的物流中心 會在我們屋鼓 所以大家有沒有期待啊 如果有期待 告訴你的朋友趕快搬進來 如果你打算搬出去的 現在就不用搬出去就住下來 如果有老舊的社區 我們一起來把它更新 如果有空的地 我們一起來把它發展 有這些產業的機會 我們一起來把它發揮出來 發展出來 讓我們在這裡能夠創造出來 更多的就業機會 因為我今天看到在場的 其實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我們也希望是說在自己住的地方 有就業的機會 我們在自己住的地方 有給小朋友上學的地方 小朋友不需要到其他的地方去上學 所以我的教育政策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說 一定要在自己的社區裡面上學 我們不要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到外面的社區去上學 他在我們自己的社區裡面上學 那你要確保我們社區裡面的教育是好的 我們的學校的教育水準也是好的 所以投資教育是我預算上最優先的一項目 因為我們這裡 是一個在台灣屬於青壯人口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台灣四分之一新生的因額是在我們新北市裡 所以這個教育就變得很重要 你給小孩子好的教育 就是在培養下一個世代的人才 你培養下一個世代的人才 就是培養下一個世代的產業 也就是下一個世代的經濟的希望 所以教育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那個小朋友是不是走了很久的路 是不是很累的就先走了 他好像先走了 那對於年輕的父母 他在後面那裡 對於年輕的父母 其實我們看到的很多年輕的父母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養小孩的費用 我去過很多的廠 也到菜市場去掃街 我看到帶小朋友的不是年輕的父母媽媽 就是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我有時候覺得對阿公阿嬤其實也不公平 因為阿公阿嬤二至四小時要帶這些小孩 如果阿公阿嬤想出去有些社交生活也是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完整的托兒的政策 但是現在的托兒費用其實是偏高的 所以我們要用公立的托兒所 來讓這個托兒的費用能夠下降 但是能夠確保托兒的品質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小學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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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